来 我们这边问一下 张荣书老师 什么紫薇命格的人 特别喜欢甜蛋过日子 来 我们把命盘拿出来看 老师 这个甜蛋 跟我们那个宅男宅女 你不一样 不太一样 不一样 对 不一样 其实你看每一个人 九米是八有人 所以每一个人 其实都有自己的理想的人生 那我们从命宫的角度出发来看 什么样的人喜欢过甜蛋的日子 来 我们看 第一个是 命宫有巨门心 所以各位观众可以看 命宫有巨门 曹兰有 在哪里 曹兰 你看你的命宫 正正就有一颗巨门 有耶 我要先说 巨门这颗心 其实是所有紫薇命盘里面 最容易被误会的一颗心 不是爱说话吗 伶牙历史 伶牙历史爱说话 可是事实上 刀子嘴 豆腐心 心很柔软 可是因为嘴巴很厉害 常让人家觉得 恰恰不好 还是说 这个人看起来很难相处 但是 其实巨门是一颗 热爱学习心知的一颗心 因为你想 能言善道的意思是 不管人家跟你聊什么 你都有得聊 是 但是物质欲望其实不高 他会觉得人生 最大的享受是 跟人家可以应和 人家讲什么 你都可以有办法跟人家聊得来 但是我要享受的东西 没那么样的重要 所以甜蛋的人生 对巨门来看 其实就非常的合适了 所以我们刚刚讲 为什么他容易被误会 刚讲 因为能言善道伶牙历史 是不是都容易让人家觉得 人家以为他的要求很高 对 对 所以可是刚刚讲的 那个豆腐心 别人是看不见的 所以往往 有时候回家了以后 自己才会觉得说 我明天要改变一下 形象 不要讲话讲那么快 可是天生的 对不对 勾改不了吃屎的道理 这就是巨门星了 再来是太阴星 你看太阴这颗星 其实太阴就是月亮的意思 月亮这颗星 永远是跟着太阳走 他自己又不发光 所以这颗星本来就属于不争 因为它不争 所以会觉得 悬云野鹤的日子 更适合它 所以你看就像你刚刚在说了 看海 看久了无趣 对不对 可是像我们这种太阴的人 我看海可以看一整个下午都不累 你有心情不好吗 不会 越看心情越好 是哦 对 因为看到的不是那个海了 就已经把它想象成 各种各样不同的东西了 那就是有点瞻望正的感觉 其实我们也说 这样的人容易做白日梦 也是这样 蛮理想主义的 可是这样的人也因为这样 他物质欲望当然就不高 所以我们讲甜蛋的日子 并不是有的人说主动去追求 有的时候是被被动培养出来的 换句话说刚刚讲不争 在现在的商业时代 是不是就比较吃亏一点 所以有的时候就变成 干脆在家里做宅男好了 所以你刚刚讲宅男宅女 跟甜蛋有没有差别 不 我们先讲甜蛋 比如说 这句话是甜蛋 对不对 那你应该要先有富贵 再去是富贵如浮云 那才叫甜蛋 那就真甜蛋 你如果没有过富贵 你嗜富贵如浮云 那就是不敢去争 所以同样一句话讲出来 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看宅男宅女说 我嗜富贵如浮云 我每天在家 因为有爸妈养 如果没有爸妈养 你去看看 你怎么嗜富贵如浮云 你要不要吃饭 所以我们刚讲应该是 我已经获得了 这时候我再去失去 我已经不在乎了 这才是真正的甜蛋 对啊 再来我们看第一个是天童 第一名第三名都是 其实天童这颗星 代表人物就是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桃花源 桃渊明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个性的人 你可以看到 他是不是也是说 我出去做官做得不爽 我要干嘛喂五斗米折腰 可是现代人谁不喂五斗米折腰 那他因为桃渊明是家里面有钱可以跟 所以他宁可回家 因为做官跟人接触很累 自己在家里做农 你自己爱怎么吃爱怎么做都行 所以重点在于是什么 甜蛋有的时候什么 人际关系单纯一点比较好 越单纯会觉得越开心 所以这三颗星都是适合过甜蛋日子 喜欢甜蛋日子 但是还是要说一句 先有富贵再来讲是富贵如富云 是 否则别人就说你是嫉妒了眼红了 是 对啊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所以甜蛋的生活 那草兰那你们学一下 像离子漆一样 自己磨麦子磨面粉 自己和面 烙个饼 之前就好像我买了 大概有几百种的种子吧 我想要种下去 然后我想说 我就可以不用出去买菜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最怕就是 你去买青菜 你要买到所谓的没有农药的 然后你还要漂亮 不要有太多虫的 那都很贵 买来直接吃的那种 我想说那就自己种了 就是最安心 就好了 就是种了 所有自己大概都没吃到过 就是第一年大概都被我的狗给吃了 我种什么狗就吃什么 你是种什么草药还是什么意思 没有啊 我种马铃薯 它也给我扒出来吃 生姜 它也给我扒出来吃 更别说那些夜菜了 然后我整个菜园都被它裁变了 所以我后来才把我的菜园 给它用铁架子围起来 然后好 但是我用铁架子围起来 这是第二年的事情了 然后我就种下去 把狗给房堵住了 我不要再让我的狗进去了 然后就在疫情的之前 我想说疫情严重了 然后那一阵子又缺水 我要赶快自己来种点 夜菜类 我就大概买了有100颗的大陆妹 苗 我直接买苗 我不用种子了 我直接买苗种下去了 三天 没有了 为什么 谁吃了 狗 蝸牛 而且是吃到连根都没有 一开始我不知道 一开始就是大概有十几个吧 我就觉得为什么 明明就是昨天还有三个叶子在上面 为什么今天剩两个 然后后来就剩一个 然后后来连叶子都没了 然后我才发现全都是被蝸牛吃光光 太厉害了 我就火大了 拿农药对付它 不行 因为你自己想要种东西 就是希望说不要用任何的 假设我们说有除草剂或任何的农药 或者是任何的去防虫的东西 大概就是一切都没有使用 所以呢 那你唯一的人 那就是要有更多的精神 你就是要晚上带着头灯去抓蝸牛 好 这之前我还要再讲 我本来一开始我还想说 我要弄鱼菜共生 对我超有兴趣的 我还三观过 对啊 鱼在共生 就是下面两个 鱼的上面把水抽上去 鱼的大便会变菜的肥料 对 滤下来又是干净的水 它可以在里面循环 没错 鱼也长大了 还可以吃鱼还可以吃菜 没错 我也是这么想 然后但是后来就想说 我先生跟我说 你还是不要弄好了 因为你有水 就算它有流动 然后就会产生有更多的蚊子 然后呢 其他所有的鸟类也都会来 来喝水 对 对 对